桃园市永平工商篮球队即将要在26号前进花莲县 来挑战队史第六届HBL的甲级比赛 餐饮科特别研发了属于永平篮球队的加油应援餐 代表了全校的师生送上祝福 也期盼选手补充营养 在良好的体能状态下发挥最佳的成绩 永平餐饮科师傅带领学生制作篮球队应援餐 专门配置符合运动员所需的糖类脂肪和蛋白质 期许篮球队能补充满满的营养 全力以赴闯进HBL16强 当然我是设计一些小朋友 他的肉量比较高的 比如说人肉 鸡腿 猪排 以及我们的炸虾 为了要让他们比赛更有信心 所以我特别准备这个盛动 在日本料理里面 盛动的代表是他们要考试 或者是要求职 要比赛 都会去吃享用盛动 让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强很强的信心 永平购商篮球队去年首度挑战HBL甲级比赛 警察临门一脚就能顺利晋级 今年重振旗鼓将在10月26号前进花莲 挑战第六届比赛 球队信心满满 今年大家都调整很好 首先目标就是进那个16强 然后之后再更努力的 往更高的那个目标前进 去年我们就是差一场 就几进16强了 就门票已经拿了一半了 其实没有整张拿走 那今年我们希望可以把门票直接收走了 永平篮球队除了学习篮球专业领域 队员们可以依照兴趣或是所长 就读餐饮科 观光科 汽车科等 学习技职专业科目 培养第二专长 在这个月的26 27 28 3天 到花莲来参加一年一度的HBL 甲组篮球大赛 来挑战自己超越极限 永平工商校长同时也是高中体育总会会长胡建峰 祝福学生顺利进入HBL16强 替自己争取荣耀 永平篮球队